乾隆年间 湖广一带啊 发生了叛乱 于是呢 就需要这个八旗兵丁出营啊 去评判 您都猜不到啊 这八旗兵向朝廷奏报 说这个道路泥泞难行 需要朝廷啊 给八旗兵丁配备教夫 乾隆皇帝一开始啊 还以为这军中需要杂役 帮着这些八旗兵丁搬运粮草自重 后来一问才知道 不是 一万八旗兵需要两万教夫 原来啊 他们是让这些教夫 抬着他们到前线去打仗 幸亏呀 这乾隆皇帝的气性大呀 要不然个儿搂 就得让这帮孙子气死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上一番咱们聊的是 八旗的国与骑社 这国与骑社 清初的统治者们认为啊 是八旗的根本 是国本 也就是说 这所有的八旗成员都要掌握 针对到八旗的士兵上呢 还有硬性的规定 无论是国语 还是骑社 是都要考核的 并且这清大的皇帝啊 从最初的皇太极 一直到什么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乃至咸丰 他们都是这么认为的 这国语骑社呀 是立国的根本 是这八旗的根 满洲的魂 咱们前文书啊 已经交代过了 这康熙雍正乾隆 对国语骑社的重视 可以说呢 是一朝比一朝更甚 到了嘉庆朝啊 干脆皇上啊 把他编成了圣口流 刻在了碑上 供子的庙堂之上 还给这桶碑啊 起了个名字 叫玉智八旗珍 那么这桶碑在哪呢 这桶碑啊 就在故宫东路 文元阁的后身 这个地方啊 叫建亭 也是现在故宫 对外展出的五倍馆 这五倍馆里啊 有两桶碑 虽然您看着它不像碑 但是这是碑的一种啊 这叫接碑 这不是古语有言吗 这长条的竖着的呢 它叫碑 这横宽的呀 它叫接 上锤手这通啊 是乾隆皇帝写的 下锤手这通啊 就是这个嘉庆皇帝写的 玉智八旗珍 我呀 就不给您挨着句的念了 给您再两句您听听 上面写着呀 这国语秦席 骑舍必修 尊君孝父 井舵借狂 物憨九四 物入赌场 物争小分 反之大声 物费银米 负债难偿 您瞧 这些话呀 它都是教育八旗兵的 它说呀 这个国语啊 得秦席 这骑舍的本事啊 必须得掌握 您瞧这些话呀 都是这嘉庆皇帝 告诫子孙后代 要如何做人 那么 为什么这皇帝如此着急 天天讲实实讲的 告诫自己的臣民 一定不能忘却这国语其舍呢 这原因呢 很简单 因为自康熙年开始 皇上就发现啊 这营里 也就是八旗营中啊 国语其舍是逐渐的废齿 先说这其舍吧 这皇上就认为 这八旗兵丁的其舍 理应比汉军绿营要高得多 这话又说回来了 你这八旗兵丁领的两米钱梁 本身比绿营兵丁也要高得多 这皇上啊 他是偏心眼的 要说呀 在八旗当中 这满洲蒙古汉军应该是平等的 但是这皇帝为了维护满洲 他把这个本来呀 应该是汉军和开户其人 所享受的假额 都给了八旗满洲 那有人就说了 那为什么不剥夺了这个八旗蒙古的这些假圈呢 那倒不行啊 因为这个八旗蒙古人有战斗力 所以说呢 还不能够轻易的就让蒙古人复原回家 实际上呢 这个皇上们也知道 自康熙末年 天下太平以后 在八旗当中的正身其人 这里边的正身其人啊 就区别于八旗汉军和开户其人 实际上这战斗力呢 是逐日下降 是一天不如一天 这有战斗力的 反而是这些个开户其人和八旗汉军 那么第一个出现问题的地方是哪呢 杭州 这不用我说呀 你也都应该知道 杭州是什么地方啊 那中国最富庶的地方 那简直啊 就是烟柳繁华之地 温柔富贵之乡 还别说呀 是这后金满洲八旗了 当年蒙古人横不横啊 到了杭州以后 也变得软和了 八旗兵丁住房杭州 没过多久啊 就开始变得军纪缓散 还别说这八旗兵 有什么上午的精神了 据说呀 让人看着就十分的厌恶 为什么呀 因为呀 这满大街上的老百姓 都没有像八旗兵一样的懒散 据说他们呀 都是披散着衣服 塌着鞋子 街上溜达 酗酒 赌博成风 康熙晚年的时候 据考核的官员回朝奏报 说这些八旗兵兵啊 在杭州 这布设呀 勉强还能够达标 旗设呀 是一个合格的都没有 这江浙的兵啊 是最早出现问题的 接下来是哪啊 就是湖广 最初啊 这广州福建 两地住房八旗 因为有水师的原因 所以呀 这两地的驻兵 基本上都是八旗汉军 在那个时代呀 这敏月之地 也得属于是燕仗之地 哎 条件非常的恶劣 到那个地方的 这个八旗马甲呀 基本上也都是开护其人 正身其人 是不愿意受那个苦 到那种地方去当兵的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 倒了没了 从这个康熙晚年呀 到雍正年 到乾隆年 就开始啊 搞这个出其为民的运动 他们呀 把这些八旗的假儿呀 都留给了正身其人 所以说呢 这开护其人和八旗汉军 就逐步的出其为民了 这原因呢 刚才咱们也讲了 首先呢 这清政府啊 是要留一个自己 独立民族的武装 其次呢 他要把这些吃粮当兵 挣钱的福利啊 留给自己的满洲人 那么代替这些开护其人 和八旗汉军的是什么人啊 就是所谓的那些 北京城来的正身其人 刚才咱们说的那些杭州的住房八旗 他们没钱了怎么办呀 他们呀也就是大着胆子 把这个刀箱军械 还有这个剑 这个剑呀 说的就是弓剑的那个剑 卖给当地的猎户 弓不敢卖啊 要是馋了呢 买不起猪牛羊肉 干脆就把自己的战马杀了吃了 他们呀 还给这种吃马的方式 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马汤锅 我稍微考证了一下啊 这种方式啊 在现在的云贵四川 江浙一带还有 好像啊 就是广州的打边卢 到了广州和福州两地的住房八旗 情况就不一样了 康熙皇帝评定完三番以后啊 这两个地区的住房八旗 基本上都是当年 梗上二番留下的残部 这些残部的人呢 收编为八旗之后啊 就被划为了上三旗 后来呢 从京城补过来的八旗啊 统统都是下五旗 其实这是朝廷有意为之 他们故意让这两派身份不一样 好互相做到牵制 这一下子呀 他就乱了 因为这两道菜呀 他汇不到一个锅里去 这两班八旗啊 经常打架闹事 管都管不好 本地官员向朝廷奏报 说这个广州住房八旗啊 还凑合有一定的战斗能力 福建住房八旗就不行了 喝酒打架闹事成风 眼里啊 没有将军 也没有富都腾 因为这个区区两千两银子呀 就闹事 是要把这个将军府的衙门的大门口给弃上 广东巡抚 奏报康熙 说这样的刁锋啊 如何长得 这样的人呢 饶不得 这些个事啊 还不是让皇帝最难受的事 这里边啊 还有另外一个更可笑的故事 乾隆年间 湖广一带呀 发生了叛乱 于是呢 就需要这个八旗兵丁出营啊 去评判 您都猜不到啊 这八旗兵向朝廷奏报 说这个道路泥泞难行 需要朝廷啊 给八旗兵丁配备教夫 乾隆皇帝一开始啊 还以为这军中需要杂役 帮着这些八旗兵丁搬运粮草自重 后来一问才知道 不是 一万八旗兵需要两万教夫 原来啊 他们是让这些教夫 抬着他们到前线去打仗 幸亏啊 这乾隆皇帝的气性大呀 要不然个儿搂 就得让这帮孙子气死 那么说 这八旗兵丁如此不堪 这清朝统治者 就没想想相应的办法吗 当然想过了 从雍正年开始啊 这雍正皇帝就认为 这八旗兵丁如此放纵武力啊 就是因为读书的关系 所以啊 祝防八旗的子弟们 是不允许参加当地的科考的 当然了 这皇上的意思是说啊 不是不让你通过科考这个形势晋级 你要是想考呢 你就回京城考来 这也就是说呀 从政府的角度而言 人为的 给这些住房八旗的人 科考路上啊 制造点障碍 不是不疼你们 是让你们啊 尊心练武 到了乾隆皇帝这会儿啊 乾隆皇帝本身 从骨子里就特别看不起 这帮所谓的八旗读书人 他曾经啊 就写过一首诗 极具嘲讽之能 八旗读书人 这几句也是这首诗的一部分 当然了 以足能显示出这乾隆皇帝 看不起这些八旗的读书人了 他说呀 这些八旗的读书人 全是嘴上的功夫 实际上呢 没有真本事 你要是问他说 你这个公马 你怎么样啊 他说我是读书人呢 我得读孔孟文章 所以说呀 我这公马呀 不是很好 说那你这个文章 做的怎么样啊 他说呀 我是奇人呢 平时啊 还在习练公马骑射 所以说这文章啊 也不一定很好 就是有这样的说辞 这种骑人啊 永远也没有什么大成就 由此啊 可以看出 清代初夕这些皇帝 对国语骑射 在八旗营中的逐渐 没落是非常着急的 也是很想扭转这种局面 但是终归是事与愿违 这国语骑射呀 在八旗营中 终归还是逐渐的没落了 那么除了骑人自身的 懒散堕落 放弃了国语骑射 有没有什么客观的原因呢 当然也有 咱们就先说这国语吧 这国语呢 指的就是蛮语 从这个实际工作出发呀 这朝廷的大员们 掌握国语 那也无非就是锦上天花 这皇上啊 多喜欢喜欢你 但是在实际工作当中呢 这蛮语能够实际表达的意思 并不是很深光 如果涉及到行明 前谷 军务 这些个复杂的问题啊 满语是表达不清楚的 所以说即便你是满语 再好的官员 再满文的后边啊 还要注加上汉语 才能把这件事情说的清楚 所以说没用的东西啊 它自然没有人学习和喜欢 那咱们接下来啊 再说说这骑射 其实啊 在雍正年就有人说了 在八旗营中啊 这火气是很重要的 能不能给这个火气兵和步甲 同样的享受八旗兵当中 马甲一样的进身机会啊 这皇上就说了 呃 不行 雍正皇帝直接就回答了 说这个骑射之功啊 是我八旗立足之根本 是我的这个国本呢 不可动摇 如果在我八旗营中 这个火气兵和步甲 与这个骑兵享受一样的待遇啊 那么训练起来 比较难 比较辛苦的 这个骑射技术啊 就不会有人继承了 这样岂不是动了我国之根本呢 我们啊 不能轻易的揣测 当年雍正皇帝说这些话的时候 心里边是怎么想的 但是 啪啪打脸的日子 很快就来了 从道光年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 这骑射之功啊 就被这火气枪炮甩了六人多远 大清朝的刀马弓箭在战场上 遇到了洋人的火气枪炮 那简直啊 就是有多大脸 陷了多大的炎 所以说呀 到了咸丰以后 连朝廷都不再怎么提骑射这件事情了 更何况 到了同治光绪年以后 大清国呀 有了新军 所有的练兵方式 都是按照西方陆军的模式照搬 从此以后 就再也没有人提国语骑射这码子事了 咱们用了两段书的时间 交代了这国语骑射在八旗当中 由盛到没落 这也无非就是这八旗没落 其中一个环节而已 所以说呀 这精彩回幕就在明天 明天呀 咱们要说说 这八旗军队是如何 休亡的